今天介紹的這一位病人的話 最近因為他做了所謂的健康檢查 小便是屬於行為血尿 因此轉接到門診來 我們判定他腎刺球腎炎的狀況不嚴重 但是在後來後續追蹤的時候 忽然間出現了大量的血尿 而且伴隨著腎功能急性惡化 全身出現水腫的情形 比較累或是憋尿憋比較久 我就會常常發生血尿的狀況 但是每一次來看門診 醫師大概都會跟我講說 你這個就是滅尿到發炎 發炎以後就開完藥回去 因為我在急性發作的時候 我大概會覺得腰酸酸的 然後在尿液裡面 我就自己發現自己的尿液是有顏色很深的 大概是有褐色的那個顏色 那這樣的狀況的話 我就自己有警覺心 我就趕快來看門診 我非常謝謝郭醫師 那我也希望說 每一個受檢 就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留意你的健康檢查的報告 當你的報告有一些異常的時候 也許你也可以跟我一樣 然後再尋求 像中國醫藥大學副社醫院 像郭醫師這樣子 他能夠告訴我 我面對這個疾病的時候 我應該要怎麼樣的處理 很多沒有症狀的病人 一直到了洗腎 才被發現說腎功能不正常 那目前我們小便的檢查 如果加上自行檢 可以在一般的民眾當中 抓出這些潛在有風險的 腎絲血和腎炎病人 提早讓他們接受適當的治療 避免長時間忽略病情而變成 慢性腎衰竭需要洗腎的程度 我暢節前來 我暢節過 我們會去電吧 我們會去電子 你 我暢節過 有